今天主播到你家 捷鱼来到的这户好宅人家 一进来就会觉得 这个色系是这种奶茶色系 而且非常的舒服 但是东西其实不多 难道这个人他是个 收纳主义者吗 还是他本身就不太爱买东西呢 来欢迎今天好宅主人阿诺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诺 欢迎来我家 请赴门票钱 能够买一套房子想必你应该是 省吃俭用就这样子存下来 而且是硬存 当初我记得我只收入 大概有八成都是拿去存起来 因为女明星感觉还是要有一些 渗透的身上 什么买鞋啊 或者很喜欢旅游啊 那基本上这些东西我都没有做 所以我省了很大部分的钱下来 然后就是我的头好 我那时候一开门进来 我看到这一片落地窗 我就喜欢了 带我去看看 就在这里 而且这落地窗 一看出去就是树 我很喜欢这种舒服的感觉 一片绿油油 对 一片绿油油的 然后就看到那种白叶窗 早上阳光洒进来的时候 那个影子在地上 一条一片 一条一条的 好有氛围感 我就跟自己说我要百叶窗 可是去查了资料 百叶窗硬百叶的话 它很容易折到 尤其是我们小孩子在里头玩 可能那个不到两个礼拜 它就坏掉了 就会催残掉了 这个间距纱莲的美 然后又有百叶窗 我想要的那个影子 我想说天哪 你的梦幻窗帘找到的 它可以单独一片一片清晰 你知道如果以前的窗帘 你一起就是一整片要拿下来洗 非常的重 你自己没办法做到 那你这个电视墙 它的设计感觉很特别 可以转动 它可以转 它可以从客厅可以看 然后餐厅可以看 所以这是 因为我喜欢吃东西看电视 因为我刚刚就在想说 那你如果坐在沙发上 又没有茶几 那你要吃汤面啊什么 这样很麻烦 所以你其实就可以搬到 餐桌这边来吃 对 然后还是可以看电视 所以我觉得这很方便 然后这个是我爸爸的爱心 因为这个的美 从木头到这个杆子 然后到里头拉着所有的线 都是我爸爸亲手做的 自己帮你做的 帮我做的 哇 甚至这边也是一个 拱门 这是王美强 这是大家来的时候王美强 你现在看这个角 是稍微还顺过的 它那时候 它就这样过来 然后有一种 像阿拉丁神灯帽子的感觉 就是突出来 所以是 是蘑菇的概念吗 因为一直对硬跟蘑菇在我家 你知道吗 然后我一看到我这样 怎么会这样 我就看到说 你看 好看吗 然后她说 好不然我们再帮你修一下 再涮一下 那你明天再来看可以吗 我跟妳讲这边是我家热门景点 真的吗 来参观一定会坐这是不是 我所有的朋友他们来我家 大概大概五分钟十分钟 你就会找不到其中一个 然后想说 他去哪了 然后你就会听到这边这样 那我等一下录影碰到 我要来体验一下 每一个人来都会做 我下次要把它改成投币式的 你这个天花板 开了两个大洞 这两个大洞是干嘛用的 这个是维修孔 因为我是用吊影式的冷气 你看这个洞多大 里面机器基本上 其实就差不多多大 所以你要想想 你原本放了这么大的机器在上面 你就开个这么小的 你要修的时候师傅怎么修 真的耶 怎么洗 其实都是个困难 所以我所有的朋友家 如果为了美观开那个小孔的 最近冷气坏掉的 全部天花板都是打掉 哇 那又花更多钱 他们都是打掉 然后修完 然后重新做天花板 这个洞里面装了一台 就是电动晒衣架 酷 然后平常就会叫它下来 打开来叫它下来 然后就可以在这里晒衣 我的设计概念就是 以美观为主 好看 所以你明可让自己每次要晒衣服 都要搬一张椅子爬上去 然后好不容易推开 对 也要美 也要美 因为我要让人家来的时候 觉得我家很漂亮 来这边请我的闺房 请进 来来来来 你闺房很简单 也没有什么 直接指导黄龙 指导黄龙 对对 就在这 就爱到底了 就这样子 也没有那个啊 化妆台什么都没有 没有化妆台 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不女性化 所以我只要有个桌子 我就可以化妆 我就会随便找个地方化 它只要压一下它就可以关窗 然后有一些人会说 你很怂 用什么遥控器 然后厂商是跟我说 它可以连WiFi用手机 然后我就想说 不要 我不要连WiFi 因为我就是希望我被阳光叫醒 而不是被手机叫醒 如果我们一起床 我们一拿手机 你肯定就会开始 对 就会开始滑 一直滑 一直滑 所以我说我用这个 我先打开来之后 先放空 对 先放空一阵子 我再来做其他的事情 因为这个是需要电动滑柜 所以如果你装这个的话 你还要先把电拉好 所以你要先想起家 想要装什么东西 这个不能是原本的家 就突然改要装电动作品 那你就会拉线 那有一些人的线 可能就会藏在这边 你就会看到一条蛇 这样走过去或怎么样 就会没有那么好看 你平常会煮饭吗 很少 很少煮饭 所以你的厨房设计 在这里 好 因为我就不喜欢很多 框框架架的东西 就我做完这个 我才去坐门 我就去挑门什么的 就有一天 我朋友来我家关门的时候 他就这样关门完 然后我就想说 对 我想说 干嘛 他就说 你的门好夹手 因为他 你看这边是手把 他放进去的时候 不偏不倚的 对 不偏偏有 他就把你的手给夹断了 看你的那个什么 颅罩 设计很特别 是这种倾斜式 因为一般而言 都是这样子方方正正的 延伸出来 这是侧膝式的那种 抽油烟机 然后我当初会选 这样子斜斜的 第一个原因是 因为我上面要走管线 对 所以就会突出来一个这个 第二个是因为 现在都是男生比较会做饭 然后如果一般的 那种平平的 男生在做一八五的嘛 你知道吗 这样做的时候 他会一直被那个 抽油烟机打到脸 然后或者他要干嘛的时候 他就要钻 钻那个抽油烟机 我觉得不大方便 所以做这种倾斜式的 就是否一八五以上的男生 来做饭的时候 他们会比较方便 OK 会来男主人 坐进来还要会煮饭 看这一集专访的人会想说 这女的发疯了吧 朋友来了的话 要怎么样招呼 因为一个大沙发 然后就这样四个人的椅子 桌子 坐得下吗 坐得下坐得下 因为他这张桌子 它是可以变大的 变大 所以他如果朋友来 我就只需要这样子 一个暗号是不是 转一下 它就会变长 然后有一些 其实很轻松 不用在那边装板子 拉开推开 然后再把一些折叠仪拿出来 大家就可以做了 这个家你有没有打造什么角落 是你觉得很自豪的 打造什么角落 有一个就是刚进门的这个地方 这个圆柱子的地方 看到这个小余灯 木质小余灯 我说天哪 它好可爱哦 我为什么那么喜欢鱼 因为我女儿叫做丁香鱼 就是看到他有觉得 见到自己女儿宝贝的感觉 对 我一看到 我想说这是我宝宝 因为我女儿是双鱼座 两只鱼 双鱼座 然后妈妈 然后一个是妈妈 因为大只的 然后这是小宝宝 那不是说买第一间房子 要先看一百间房子吗 你有看到这么多吗 我没有看到一百间 但我大概看了二三十间 那我的取向我觉得蛮明确的嘛 就是我就是要打客厅落地窗 然后房子要防震 我这里看了 然后隔天我就叫我妈来看 然后第三天我就出家了 因为我非常喜欢朋友来我家 我是那种 因为我家是电子锁嘛 我没有到家 我会先给你煮密码的那种 真的假的 对 你可以先来 你早两天来我都不介意 我以前就是纯嘛 纯纯纯 然后就是觉得没关系 生活能过就好 那现在买房以后 反而对自己好一点 就会比较处于享乐主义 我觉得可能自己是生活 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吧 所以我就开始 我可以想要尝试一些 比较chill啊 比较喜欢这样子我去做啊 然后不要太多考量 毕竟你都做拱门了是不是 我都做拱门了嘛 既然他说要破财 那我全部破在我喜欢的地方 不就好了 前没有不见 变成喜欢的样子 就是拱门 今天谢谢阿诺 带我们开箱他很漂亮的家 那也祝你赶快找到 185男朋友 我没那么花枝啦 电话在这 哈哈哈哈